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形容词 我们首先先了解形容词的位置 第一个位置就是something 某一件事情 anything 任何一个东西或者是事情 nothing 没有一个东西或没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加形容词 something如果是分开写 那就是一些东西一些事情 点起来写是某一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一件有趣的事情 你可以这样子写 an interesting thing 这是第一个 或者是用第二个 something interesting 如果是讲说很多有趣的事情 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就会用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所以这个写法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要先分清楚 something 一定要接形容词 如果是用thing 行动词就要放前面 像这个thing 行动词就要放前面 所以这个要留意 现在我们看例子 第一个例子 there is nothing interesting 没有什么有趣的 on the video game video game是电动玩具 电动游戏 这个电动游戏 一点都没有去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 interesting的位置 行动词的位置 第二个例子 is there anything is there is 疑问句 所以疑问句常常会配 anything 所以anything是用在疑问句 nothing是否定的 没有 something是肯定的 现在大家看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with the vending machine 什么叫vending machine vending machine 就是我们路边 这个投币下去 就可以 这个拿到 果汁之类的 那种贩卖机 叫vending machine 这个贩卖机 是不是有问题啊 钱投进去 东西不出来 所以疑问句 用anything wrong 再看 练习 第一点 is there 疑问句 疑问句一定就用anything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 anything special anything 还是anything special 当然就是第二个 anything special 这个是 固定的 形容词要摆在anything something nothing的后面 special是很特别的消息 所以is there anything special on today's paper 今天的报纸 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新闻呢 第二题 please wait 请等一下 i would like to 我想要 would like to 是想要的意思 would like to tell you 告诉你一些 有趣的事情 好 important something 错 要用something important something important 这是对的 告诉你 某一个重要的事情 b就错了 b是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你这个复数要加一个s在这边才合理 some things important 错了 要用some important things 所以这个位置的调动 常常会困扰同学 现在我们看第一题 我的电脑有问题 你千万不能写这样子 my computer has something wrong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some thing some thing s o m e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写 因为电脑 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所以没有生命的东西 那个翻有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hez 不可以用hez 我们要用 deo e z deo r 这种写法 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 我的电脑有 你的作文有 桌上有 那个都不能用hez 不可以 一定要用deo e z 这样写才对的 好 我们现在把答案写下去吧 deo e z is something wrong 有一些问题 就是something wrong 后面再加 what is my computer 这个才是正确的 好 再来 还有其他的人想要参加吗 疑问句 所以疑问句 我们就要用any 因此 我们就用 still 有 这就是有的意思 still anyone 任何一个人 好 else else是其他 所以我们要用 anyone else 要这样写才对 不能写else anyone 不可以 所以如果你写到说 else anyone 这个是 错的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三题 第五题了 电视报道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没有 所以我们就要用 nothing 很简单 那 有没有就是 there is there is nothing 特别的 special 这样就好了 there is nothing special 然后 电视新闻报道 要转成片语 这个写法是很重要的 我们千万不能写到这样子说 哎呀这个电视的新闻报导 report 那has nothing special 这个是错的 好了 这个重点 老师 就把这个 nothing anything 还有 什么something 跟行动词的位置 就分析的很清楚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